澳洲是许多华人学生的留学地 布里斯本市政府10月份为国际学生 举行了一系列的增进国际学生友谊的仪式 台湾育英虎专专的师生正在当地进行医护培训 希望参加活动时 中到布里斯本市长扩克的接见与欢迎 今晚本的记者来自布里斯本报道 澳洲今年的布里斯本市长 庆祝国际学生友谊仪式系列活动 第六站来到布里斯本南岸科技学院举行 许多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的留学生也前来参加 布里斯本是一个非常休闲 然后是一个很具有包容性的城市 所以作为国际学生来讲 在这边我不会觉得特别的孤独或者害怕什么的 可以接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可以看到很多澳洲他们不同的文化 然后我们通过这些文化交流 然后了解到澳洲的一些新发展 特地前来支持的台湾育婴学校的老师 谈起这次澳洲的交流学习之旅也别有感触 我觉得他们的爱是建立在他们的宗教上面的爱 然后那个爱是以尊重人 那就很尊重病人 然后也尊重病人的隐私 他就很尊重这个个案 他的往生 一系列活动从2012年开始 今年是第二年举办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增进国际留学生与布里斯本市的友谊 让外来朋友体会澳洲包容多元的民情 新唐人记者尼尔森 泰瑞 澳大利亚布里斯本采访报道